畫面中可以看到客運的車窗破了好幾個大洞 整片玻璃裂成蜘蛛網狀 車殼上方還有明顯刮痕 酒鹽廣告貼膜也脫落 事發就在23號上午11點多 基隆有客運正準備請往保養廠維修冷氣 死經因為不熟路況跟隨導航 不小心誤闖隆安街的小巷 在轉彎處直接擦撞店家遮雨棚 但您聽聽附近居民怎麼說 客運擦撞雨遮導致車窗大面積破碎 現場玻璃四散一地 鎖心車上沒有人 店家也才剛開始營業 還沒有客人 現場無人受傷 老闆則自行將玻璃碎片清掃乾淨 客運也在警方指揮下順利倒車離開